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头聚焦 这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前吧,两个多小时前 川普宣布呢,已经告诉白宫办公室 宣布将追加一千亿中国商品的加征税款 这个,这是贸易战士打起来的 这前后时间太快了,前后时间有点太快了 这是我刚才,因为今天已经做了八个节目了 我传节目,弄东西呢,我就没太注意 结果刚刚弄完了 在推特上就看到华尔街日报 那他最先时间大概半个小时之前 登出了这个消息 他整理出文章,登出这个消息 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 刚才三个小时前 他正在考虑对额外一千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那此举将令面临中美国进口关税的 中国商品的总额两倍 第一张单子五百亿 第二张单子五百亿 第三张单子,如果这加进去 一千亿,一共两千亿 我在今天十条news中 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我说习近平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采取赌徒的办法 我提到了一个三十亿 有些朋友没能明白 说你这三十亿哪来的,搞不清楚 哪来的数 这个我觉得你这个东西 三十亿是川普最一开始拿出了五百亿 而在拿出五百亿那个百分之二十五的税单的之前呢 钢制品跟铝制品已经加征了 已经开始加征了 中国针对钢铝制品加征和那五百亿 那列出了一个单子是三十亿 所以这是我在节目中一再跟大家说 我说你拿三十亿对五百亿 你这个连小费都不够 这他的出处是来自于那 这是最开始的 那个三十亿里面主要有猪肉 有葡萄酒 有猪肉有葡萄酒 无缝钢管 大概是这个 多少类品种类别我忘了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昨天上午 星期三的上午 川普就拿出了一个增加 又加了一个五百亿的单子 他的理由很清楚 他说主要是在知识产权和强迫美国公司 必须转让技术 主要他列得很清楚 他才动用了三零一条款 他告诉你为什么 我在今天时劳news当中 也跟大家讲了商务的这些幕僚们 都在强调 你共产党中国在偷我们的东西 抢我们的东西 他一再用了强奸这个字 而不是说我现在要跟你中共政权打这个贸易仗 是因为你原来一直都在强奸我们 我现在不愿意让你强奸了 是这个道理 那中共呢就是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习近平 为什么突然拿出一个五百亿 说你不让我强奸不干 我霸王硬上弓 我不成我受不了 这就搞不懂了 因为你 就像我说 这是赌徒 你第一票活 对应的是三十亿 你第二票活 那川普拿出五百亿 你也拿出五百亿 你们之间的贸易额度 相互对应的贸易额度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额度 就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 只是美国向 只是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的五分之一 结果你对等着去打 那你没那么大东西 你根本没有那么多东西 你没那么多东西去打的时候 那你就做死了 最后那你就变成了 美国的什么东西都不用进口 这是胡来吗 这胡来呢 打这个NBA 对不对 那哥们两米六 你一米五九 然后你要等同着切 你得按比例切 这还算是这么回事 说他切了25% 我切29.5% 这个是这么回事 但是你得按照你那高 等高的尺度切 他切一米五 你也切一米五 你就剩一个小母哥你 不就这个道理 你按绝对数算账 这不胡来吗 所以我刚才那期节目 我说他怎么是赌徒呢 要赌徒硬来 那就是很多人是赌场里耍老千 耍老千 剁手啊 剁手臂剁脚啊 这就成了剁手了 这个 这就是胡来 所以我节目讲 我说如果你这么胡来 你兜里只有那么点钱 你网上加码 你把人当傻瓜耍 打死他 顶死他 就是我刚才说 只要川普坚持下来 非顶死共产党 我那题目就这么写的 那题目还没打完呢 他就 川普就挂 就这一枪又顶上去了 绝对顶死他 你习近平你也来一千亿 你来一千亿什么东西啊 大豆 那数多少豆子呀 我天呐 你弄清楚你卖什么的呀 你不能说我卖西瓜的 跟卖钻石的大家比数 没法比这个 这两把身 这猴吃八花满拧 对不对 那边吃粉丝 你吃鱼翅 长得都差不多 鸽嘴里的鱼翅 还有点硬 粉丝竟是假的 鸽嘴里全面了 说是绿豆粉 根本都不是 连白薯粉都不是 现在不就这个吧 但你长得一样 那你能对什么 你不能对呀 这不整死你 我说的是这个概念 结果你 川普真行 真行 你就再来一千亿啊 不开玩笑 你再来一千亿啊 很多朋友还没看我这期节目 川普已经 川普肯定不会看我 节目都看不懂 华尔街讲 星期四川普讲 正在考虑 对额外 一千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产品 加征关税 那川普可能对这样的追加 关税的理由是 中共政权采取了 不公平的报复措施 真那这个说法就是针对习近平拿出的五百亿 川普又拿出一千亿 你现在不能来别人 只能说习近平了 对吧 他直接说你采取了不公平的报复措施 美国政府星期二 以中国商品涉嫌 违反美国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法为由 威胁要对五百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征收关税 你记录 他说的很清楚 违反美国知识产权法 中国随后迅速做出回击 宣布计划对 包括对飞机大豆在内的价值五百亿美元 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方面已经表示 他的行动只会建立在 对事实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之上 但中国的报复行动 没有类似的分析基础 中国已经开始就美国的贸易报复威胁 向WTO世贸组提出申请 所以这里他就讲 这里他也讲得很清楚 川普的做法是有贫有正 你干什么了 你干什么了 对吧 你干什么了 就像说你强奸了他老婆 你那天偷扒了他们房子 他这么说 然后中共政权说法 他们厚颜无耻 他们死不要脸 都是宣传词 都是侮辱性的宣传词 我给新华这个消息爆了 我给你看看新华社怎么说的 新华社在半个小时之前 川普5号表示 发表声明说 他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依据301调查 考虑对中国进口的额外1000亿美元的产品 加征关税是否合适 川普在白宫的发布声明中说 贸易办公室为认为此举合适 应制定相应的加征关税商品的清单 而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回应说 美国要求采取额外制裁的措施是合适的 他这里说是合适的 任何额外的关税建议措施将接受公众建议 这将意味着贸易办公室完成流程之前 追加关税措施不会生效 然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301调查调查结果 3号宣布加征关税价值500亿 那川普最新的举动 意味着美国可能最多从中国进口的 1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3号建议来自中国的 1300多种产品征收25%关税 主要涉及到信息通信技术 航天航空机器人医药机械 然后他讲所谓301条款 是授权美国贸易代表 可以对他国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 作法展开调查 调查结果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 是 美国商业部然后就说完了 商业部发言人说 美国3号的措施明显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 严重伤害中方根据世贸组织享受的合法权益 他却没说这里他讲出来了 贸易代表对他国不合理或不更正贸易做法进行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拿出东西来 那他调查的结果对你中共政权是什么 新华社里只字媒体 对吧 而川普说 他的前任就是前几任总统是笨蛋 出卖了美国人利益 而另外的美国议员说 那中共政权 中国在过去贸易行为中等于一直强奸着美国人 今天只不过川普不让他强奸了 这听懂了吧 新华社只字媒体 我再给你 咱们再找另外一个 香港的香港电台的网站 香港电台的网站就说 他只说 此前宣布 计划总价值500亿美中国征税之后 那美国总统又宣布1000亿 那在中国公布不公平的报复措施后 301条款下 对1000亿美元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的可停性 并指示农业部长 制定保护美国农民 及美国农民利益农业利益的计划 而美国仍然计划就贸易进行磋上 声明中指出 中国屡次通过不公平做法 获得了美国知识产权 美国贸易代表表示 任何额外的关税要经过程序完成后才能生效 这是我们相应看到的 我们相应看到的内容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这是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太多 但是都是提到了一个 提到了一个 川普在声明中说 建于中国不公平回应措施 我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 考虑在301条款下 是否有1000亿美元的额外关税 如果有的话 将确定征收此类关税 大家对比之下就知道 新华社在报道时他的错误 他没有向大家 没向中国人交代 301条款下 美国贸易代表调查出来的结果 他只说不公平 但没说人家为什么这么做 川普的发表声明的全文 整个发表声明的全文 考虑到中国不公平的反击 这是川普在白宫的发布的声明 我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考虑在301条款下 追加1000亿美元的关税是否适当 以及如果适当的话 对追加的商品进行确认 他很明确 首先能不能这么做 如果能这么做 那我们看弄什么 他做事是这么来说的 你看新华社报道 他不是这么说的 根据301美国贸易代表 根据1974年贸易法 第301条进行彻底调查后 认定中国一再从事不公平的 获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 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中 详细说明的做法 引起了全世界关注 中国的非法贸易行为 多年来被华盛顿忽视 已经摧毁了数千家 美国工厂和数百万美国人的工作岗位 他在保护美国人的利益 他在保护美国人利益的基础上 他说在过去时间里 你摧毁了你的做法 造成了美国人这种损失 而不是你的责任 他都没说是中国人的责任 他说是被多年来被华盛顿忽视的 川普在指责他的前任 他的前任的做法 给美国人带来了伤害 让中共政权钻了空 然后你今天在这部分内容 你新华社没没有任何描绘 你推崇着爱国主义就是把今天的中国人当猴耍 这不就是高级动物吗 对吧 这不就立以为先导吗 他不把大陆人当猴耍 他觉得心里痒痒 对不起你们 大陆人就宁听这种说法 这邪了闷了 2018年4月3号 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中国进口的 大概500亿美元征收关税作为消费 作为消除调查中确定的政策和做法的初步手段 中国没有纠正其不当行为 而是选择伤害我们的农民和制造商 所以这是完全针对性 针对习近平拿出的500亿 他要放出1000亿 因为你伤害了我的农民 那这就是一环一爆了 那我那期节目还没弄完 大家还很多人都没看呢 这个你这么对赌 赌死你 我跟你讲真的赌死你 这是这是没错的 这个数量级是不可比的 这么要赌一下 我跟你说老百姓这回有苦吃了 你看中南海能翻了车了 所以他讲的很清楚 我的500亿是因为什么 结果你呢不谈不纠正去 那我就再来一把 鉴于中国的不公平报复 我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考虑 根据301条款增加1000亿美元的关税 是否适当 如果适当 则应确定征收这些关税的产品 我还指示农业部长 在我的内阁其他成员支持下 利用其广泛权力 执行一项保护我国农民和农业利益的计划 这是他的 这是人家的总统 贸易战打起来是保护美国人的利益 共产党采取的方式打击他的农民利益 那他让他的部长立刻 他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他也不会说农民你要跟我 爱国主义 你要跟美利坚和中国总统站在一起 勒紧裤腰带 没关系 咱们多吃两口不给他 人家不这么说 人家说我会让我的部长 在其他部长的帮助下 一定解决这问题 绝不损害你们的利益 知道什么叫人和高级动物 你就看两边的反应你就知道 尽管采取这些行动 美国依然准备进行讨论 以进一步支持我们致力于 实现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 并保护美国公司和美国人民的技术和知识产权 必须消除贸易堡垒 以促进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贸易行为中 中共政权利用他特殊的做法 中共政权利用他高级动物的做法 去羞辱着其他人对他的善良的期待 变相的成为了强奸 就这么回事 那今天的川普不干了 说这活我不完了 那你共产党知道做了恶的事情 他不去检讨自己高级动物的行为 他变本加厉说 我一定要死要面子活受罪 反正前老百姓没有我弄到 他弄这个 我致力于使中国 我致力于使美国公司和工人 能够在全球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竞争 我绝不会允许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损害美国人的利益 那这 那你当 当你推出爱国主义的时候 人家讲的爱国主义 人家讲的是直接了当 而你对方却采取了龌龊的概念 对吧 贸易堡垒是共产党干 出口退税的做法 就是直接的贸易堡垒 直接的贸易堡垒 对不对 那人家不接受你的贸易堡垒 你反过来说人家是贸易堡垒 人家不接受你强奸 你说人家是耍流氓诱惑 这就是高级动物的做法 这就是不择手段达到自己利益的做法 嘿 川普真行 嘿 川普真行 这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人 你不用跟我玩那套 你跟我怼 我就跟你怼 咱就怼 他就怼了 你怼五百亿 他怼一千亿 你加码啊 你也加到一千五百亿 这件事情是川普挑起来的 川普挑起来 只要他挑起来 他就是对曾经过去的瓶颈不接受 所以共产党输定了 只是你输多少而已 和你有多少时间 有多大的能力 来顶住这一段 你讨价还价的时间 而不是你赢回去 所以在我个人的以为 从习近平王岐山的角度来讲 你也没有多少时间装扬算 没有多少时间装扬算 你今天就是人和鬼的选择的一念间 川普不会撒嘴的 对不对 他不是共产党员 他恨死共产党员了 你拿共产党那一套对付他 他不宁死你 对不起你 宁死你啊 我跟你讲 这还听不懂 你媳妇宁你的如是什么样 弄指甲肝 弄掐一点肉 宁死你 川普就这么干 他岁数大 皮糙肉货 他不管 我觉得 2018 瞠目结舌 你放心吧 有的巧 这才几天呢 有的巧克力货 我看不懂 有的巧克力货 我看不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